接着来关心的是王友庆前女婿呢 这广昌负责人李宗昌 他之前涉嫌挪用公司三亿元 被判缓刑两年 而其中490万元被质疑 是拿来用来买个人私用的兵力跑车 而对此李宗昌亲自召开记者会来喊冤 谢谢我所有关心我的朋友 虽然这只是一个慈来的正义啦 秀出脸书上po文 他是李宗昌广昌公司负责人 出面为自己涉嫌案件喊冤 另一个身份更引人注意 他是王永庆的前女婿 和王永庆一起参加活动 众多女儿女婿中李宗昌身材高大 很醒目 和前妻王瑞宇也曾一起出席活动 新年前李宗昌广昌案挪用公司三亿元 一业务侵占罪被判缓刑两年 其中490万被质疑拿来买个人私用的兵力跑车 拿出一张张的判决结果 还有买车发票就是要证明自己清白 因为有人的拜托买的时候是490万买的 你这是商场的朋友 商场上的朋友我们讲江湖救急啦 之后等车子检测过之后 这个车子我把它卖掉 卖了504万也是进公司的账 这是公司的钱 说只是帮忙朋友高级兵力车他一天都没开过 李宗昌为自己喊人 我的财快人员被被判刑之后 我在我的脸书上面讲了 我希望说这个池来的正义 能够初步的给我父亲跟我岳父 在天之灵一点安慰 当初被检调约谈被判缓刑两年 卷腾一时 对于两位做假账的财务人员被判刑 李中昌罕见接受采访 声称这是迟来的正义 张一新闻张主任的一体特别报道